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周四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现场演讲中强调的空谈物国实干星帮 与新常委见面会上自豪而不自满的表态形成了呼应 透露出他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 同时这一讲话也呼应了近年来引发广泛共鸣的中国梦话题 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热议 周四上午习近平率全体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这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 第一次走出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集体亮相 央视新闻联播用七分钟的时间播放了习近平的原声讲话 习近平首次提出并且论述了中国梦的内涵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 何谓中国梦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因为这个梦想啊 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 这样的一种复兴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啊 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我们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去奋斗的这个历史任务 光荣而兼具 是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啊 不懈的为之共同努力 香港大公报周五头版刊出 习近平激扬中国梦的大篇幅报道 并刊发社论指出 七位常委一同出席复兴之路的参观 这一安排意味深长 因为中国现在正站在复兴之路的关键历史节点上 习近平对中国梦的论述 是面向历史的睿智选择 也是立足现实 正式挑战的深刻回答 有学者表示 习近平在11月15号 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会面会上 已经用10个更加提到了 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次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则将中国人个人的梦想 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 我们自己每一个中国人 都要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 民族的梦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能好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 中国近代史上 我们所得到的一条宝贵的经验 那么这个中国梦的论述 我想跟大家鼓了劲 而且增加了信心 就是说国家也会向 我们每一个人提供或创造一个 实现我们自己梦想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反过来 我们自己梦想的实现 又会对国家整个中国梦的实现 做出应有的这个贡献 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 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光明 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习近平在讲话中又告诫全党 空谈物国 实干新邦 空谈物国 实干新邦 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 就是要既往开来 成前起后 建设好我们的党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要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要继续坚定不移的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样一个历史目标 奋勇前进 香港文汇报社论指出 习总书记强调空谈物国 实干新邦 显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将带领全国人民 把美好的中华民族复兴蓝图 变成现实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在公开场合 强调空谈物国实干新邦 去年在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到河南代表团 与代表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习近平发言时提出 空谈物国实干新邦 唯正之道贵在实干 中共强调空谈物国实干新邦 最早要追溯到邓小平时代 1992年春天 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 第二次南巡 足迹遍及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 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据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 关广复回忆 1月18号 邓小平的视察专列 抵达汉口火车站时 特意请关广复 陪他在乐台上散步 并要求关广复 以纸笔记下自己的一番话 就在那次重要谈话里 邓小平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声音 空谈物国实干新邦 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 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正式文本中 但当时深圳舍口工业区的负责人 袁庚在面对外界对特区 信资信社争议不断的背景下 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深入体会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实质 果断地在舍口工业大道 竖起了空谈物国实干新邦的标语牌